剛剛出爐這個羞腾腾的 10月份的這個景氣燈號 這個風向球刮什麼風 靖相 現在是剛剛公布的 熱騰騰的房市的風向球 我們來看 它是連續兩個月的黃藍燈 它目前來講的房市風向的一個 指數在32.1 它上升到32.2 跟上個月31.3來講 看起來有一點觸底緩彈的感覺 憲哥 一路不路 是 終於有一點溫度了 買氣回來了 意思就是說快點要出現了 我如果要買房子 不趕快去看房子 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從三個角度 第一個 廣告的批數 萊克的指數跟成交指數來講 這三個都是大幅的成長 漂亮 對 黃帝產業說 最近因為建商的讓利 尤其讓利的廣告 全部都 扎下去了 有沒有趕 有趕 有趕 因為萊克數增加了 而且成交客數增加了 但是從整個成交客數裡面 發現了一個大數據出來 什麼大數據 80%的成交 幾乎都集中在20%的讓利建案 清楚了 有讓就有量 這個量形成20%的效納 80%的買氣 這個很可怕 對 就形成一個所謂的L型的一個狀態 就是讓利20%的全部都集中 有80%在這邊 其他的都很少 這也代表說 現在整個市場你沒有讓利 就沒有成交 這樣我就看快點 卡榜看下去 我來去找有讓利的建案 我開始看房子了 等一下 我們台灣房貸最大的土地銀行 高層他說 稍等 稍等 他說事情不是生意想的 那麼簡單 他因為說台灣的房地產 現在如果沒有讓利就沒有成交 所以說他因為要的都落差不多3聲 那他的持有的一個 他的道理在哪裡 他說從1月到10 從今年到10月份 六都成交的洞數只有14.6萬洞 這麼少的成交 他認為跟去年的20萬洞 差距離太遠了 所以他認為還會繼續下跌 所以今天去化的壓力極大 你怎麼辦 你只好降價換成交 回過頭來 今天這個土銀 他放出了這個訊息 你會知道什麼 他剛剛特別強調 蛋白區 他講到的蛋白區 可能價格還要再往下修正 有三成的幅度 好心一下 蛋白區的哪裡 到處蛋白區大家緊張了 對 我們問他哪裡才不講 但是另外的一個 銀行金融業的高層 他說如果以現在台灣省來講 蛋白區現在賣壓最重的 就推案最多的 應該是蛋水 這個重化區跟桃園地區 所以這麼一套疊的話 來 我們一個一個看 我們先看盡蛋水 蛋水現在有什麼好緊張 如果最火熱好事一樁 你在緊張什麼呢 來 我們來看 蛋水他現在10月份 已經有什麼 有打出一字頭 而且總價1000萬以內 可以買到三房加車位了 因為蛋水那個地方 淡海新市鎮 它的接口非常的明顯 而且它的生活機能 慢慢起來了 未來還有一個輕軌的利多 所以過去的房價 從一字頭開始 二字頭 三字頭 四字頭 已經拉到四字頭以上了 現在這一些 一字頭出來以後 現在很多的建案 從四字頭變成三字頭 變兩字頭 又回歸到合理的一字頭 你說就是這一些新的建案 一字頭千萬以下 低總價的這樣的房子 還給你加車位 把整個向下比價的風 就吹出來了 沒有錯 而蛋水的一字頭 它的成因是哪裡 是因為建商的多殺多 成也價格 敗也價格 現在建商 他為了要消化 去化 他的一些庫存 他不得不拉到一字頭以上 我們來看這邊有一個建案 叫做李叉叉 新城戶 他這個是在國小的預定地 基地周圍有六個公園圍繞 而且距離未來的輕軌站 只有短短的700公園 這真是好地方 他竟然開出多少 18.9萬 19萬有找 這還只是開價 對 還是開價 旁邊有一個 在過去兩年前的一個建案 當初開出是23萬到28萬 還沒怎麼比 這麼好的地段 你剛才盤點他的地方 是啊 19萬 這樣開去28萬 隔壁 當然以前他們有這麼多利多 所以23萬 28萬 兩年前有人在賣 大家買 但現在房子交了 已經交屋了兩年 多少錢 掛出來賣 他說我保證最便宜 我花式最便宜 回家 結果我們進去看 那個房子連住都沒有住 它是兩年的新城戶 沒有人住過 結果開價是17.35萬 以這樣來比的話 多少 足足打了62折 憲哥 你剛剛講到了淡水 現在大家有看到嗎 你說這個地方 總價是千萬以內 一字頭的 我們看到的是 非常的熱血 急著想要去看房子 但是我退一步想 如果我是買在高點的 頭客屋主 頭上沒在燙 我這個時候 沒有錯 所以現在的預售屋 是一字頭以後 你過去買二字頭 三字頭 四字頭的頭客 現在變成被宰殺的一群 我們來看 這邊有一個例子 一個毛太太 她在2013年的時候 她就想說 聽人家說包租工很好賺 我也要買一些房子 來當包租婆 結果她就找... 她發現 她買得起的地方 就是在淡水新市鎮 但是她的親戚朋友 都在新莊 都在山蟲 你不要去買那裡 她說如果冬天 冬天 冬天 那三高水元 她說 你不買了 結果她就 不然你回去新增看看 是 回去三年寶看看 三年寶新增的房子 哇 高不可攀 問題就是這樣嗎 先買都買不到 因為那頭想買去買淡水 千收也知道 你現在要在新莊買 一片多少錢 你要跟檔海新市鎮 這就賣賣錢 對 蘋果跟雞蛋你怎麼賣 沒有錯 他們親戚朋友 一直在口吞說不燙 你的錢落下去 他現在已經蓋了 你怎麼落下去 到時候收賣 要怎麼賣 不會啦 青鬼你看也動起來了 這就是整個生活技能 慢慢都行速起來了 對 他想說 你真的沒有騙 所以他就暫緩 暫緩以後 他還是在關注淡水的行程 結果 他在那裡等 結果 房價不等人 從15萬 16萬 20萬 23萬 還有30萬 40萬 他賺不住 你真的真的把我 害到736票 你如果不要把我撩住 我就上車 我就現買現賺 沒有錯 結果他後來就 已經新養 手動了 他就買了 花了1280萬 買了一間 他價格還好 才32萬 40坪的房子 他想說 那我只要過了那 兩年的一個寬限期以後 我到時候有賺錢 我再來賣 實在來講 這個地方 四字頭也有看到 所以你才會講說 還好32 其實32算中高 你是回過去 來看他的數字 但是還沒有到高點 對 沒有錯 當那兩年的 匕首期過了以後 他就找仲介了 我已經住要買了 仲介 他說你要開多少 我買32萬 我開35萬就好 稍等一下 所有的仲介 問一個 兩個 三 四 五 都說 馬太太 你的價值不賣出 你如果沒有開二字頭 你不用想說人家來看房子 但是他心裡就是 那個關卡就過不去 他就不開二字頭 結果 他本來想說賣這個房子 他兒子要出國念書的一個學會 結果現在 真的已經時間到了 想要把它套現的時候 才發現現在連二字頭 可能都賣不掉了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新的建案 已經開到18萬9 那這個一年兩年的房子 你現在已經賣到13萬多了 所以這個時候他打卡莫力秀 來 先告訴你 好 介紹 十位 今天我們看著毛太太 那個東西我們叫他不買 他也買了 其實買那個東西有賺 賺一波 但是現在整個下修下來 怎麼辦 到底抱著還是 沒有關係 反正沒差 好 跟各位講 淡海淡水 整個大淡水 有三個門檻 一個是11萬 一個是14萬 一個是20萬 這三個門檻 分別代表新成物的價格 就是說建範要用多少價格 過去到現在的歷史 再講一次 11 14跟20 去年淡海第一個突破 降到20萬以下是19萬8 剛剛憲哥也說了 今年18萬9 這個是新成物價格 所以等於是說淡海的價格 已經突破了20萬的關卡 往14萬的關卡 因為很多人買在14萬 如果你有做一點股票 你就知道14萬一堆人買 那當然大家現在17萬賣 還是有利多對不對 所以大家等的是14萬這個門檻 而不是已經破了20萬的門檻 所以記住淡海有三個這個 那如果說今天 當建商廣告叫殺到14萬 你不要說不可能 因為建商當年10年前就買地了 所以建商的成本只有6萬 就以上就會獲利了 人家都不用賺了 你經常說10年前多多少 人家買多少錢是人家本事 干你什麼事 出來蓋房子就是要賺錢 所以我是說建商 6萬塊就可以賣 它8萬塊就有大量的獲利了 所以你不用擔心建商賺不到錢 它還是有很多錢可以賺 一個是這樣 第二個就是說 你說為什麼淡海這麼慘 還有捷運還有什麼 利利康爾利多 為什麼到現在就是沒人要去 因為淡海的問題在於 它有一個問題 比如說它的郊區 市中心的郊區 我們坐捷運從淡水站到台北車站 都要37分鐘 但你說 你說我今天到台北車站 再換別的車去上班 可能就變了一個小時了 回家也是一樣 你到了淡水站之後 你還可能走路坐車 或者是說U-bike 一樣大概一個小時的車子 而且是捷運的車不是火車 捷運的車像這樣相同的 在台灣有四個地方是這樣 三峽 林口巴德跟烏日 這四個地方都有公共建設 都有交通 但是你回到家 你必須要花一個小時以上的地方 它就是郊區 沒有工作機能 沒有生活機能的地方 為什麼大家會去住這邊 是因為當初建商跟你講說 在家就是休閒 遠就是安靜 然後鳥語畫像就是好 退休代表生活 用這種的方式來告訴你說 其實郊區是很棒的地方